我覺得2023年呢 該是追殺比爾年 今天這個政壇的情況很明顯 這些司法官他們也知道 他們不值得為小樓樓賠上性命 賠上他們的未來 可是 他們值得賭一把 為什麼 因為蔡英文有直接的權利 讓邢泰昭升警察 檢察總長 他就有權利讓黃偉直接升主任檢察官 他就有權利讓張永慧 讓林邦良這些人高升 但是你不要忘了 蔡英文做一年多 追殺比爾是一路追殺到刀刀見骨 不見棺材絕不霸指 這個你們可以搞清楚 所以2023年 追殺比爾年 一定會讓這幫子惡官 每一個人身上背著刑事民事證人 一堆的責任 你們去看看最近被我傳的 中選會主委李靖勇跟陳朝賢 那個平常罵人罵得多兇 那個人家只是質疑他做票 他就出來東罵西罵 張牙舞爪 他們到了法庭被我當刑事被告的時候 鬧得跟一根老鼠一樣 我沒有騙你 只是因為法庭裡面的那些畫面 我沒辦法拿出來 有人錄音我沒有辦法放 但是他們在法庭當刑事被告的時候 鬧得跟一隻老鼠一樣 講不出一句話來 為什麼 因為做的事情見不得人 你知道我們在開這個 蔡英文論文不存在之訴的時候 我們要求張永慧法官把這個案子改為主數字 他竟然不肯 我們向台北地方法院申請 台北地方法院也不肯 蔡英文的論文存不存在這件事情 難道不是社會重大矚目案件嗎 我們要求重新主數字 分案由三個法官成審 他說什麼都不肯 這證明什麼 這證明台北地方法院有鬼嗎 這證明張永慧是台北地方法院派出來的一個 當打手的棋子嗎 他怕另外兩個合意的法官不服從 有人可能不同意見 所以他就找了一個 我認為是身上有把柄 我認為張永慧是被扣住了某一個把柄 要他出來當打手的 不然他不可能 乾冒著被我們告 刑事民事追訴 被我們這樣子在法庭當中直接罵他法官混蛋 唾面自甘 而非得要承審這個案子不可 其他的法官 造假造抖假得了 都跑光了 沒有人想要審這個案子 為什麼 因為審這個案子 長官的壓力就來了 聰明的如黃明發 林鄭佑 周美雲 這三個法官 在高院二審的時候當庭就判決 所以你們這些長官不要來跟我關說 那一般的小法官沒那個膽 一般的小法官不會去 躺這個渾水 這個案子 黃偉有沒有剝奪我的行動自由 姚念慈有沒有剝奪我的行動自由 這些惡官 外交部長 吳釗燮有沒有剝奪我的行動自由 外交部駐舊金山辦事處 有沒有剝奪我的行動自由 駐美代表處有沒有剝奪我的行動自由 這個我們一一提告 我公佈2023年的我的被告名單 好大家 那我把他肅腦咕聽 洗耳工聽 把耳朵豎起來 首先 我不按照這個罪行的大小 我只按照這個我手上的時間點 我該告的哪些人要被我告 我直接點名 第一个教育部高教司长朱俊章 你的身上有4个案子 我一个一个分开告 你有4个刑事案件会告 这4个刑事案件 大部分我都可以自诉 因为我是被害人 另外这4个案子 每一个都可以刑事复明事 所以他可以刑复明 也可以单独的明事提告 所以刑事加明事有8个案子 那么其他人呢 我一个一个慢慢讲 除了这8个案子之外 你还有在每一个案子当中 都有可能被我传为证人 如果你敢当庭做伪证 我就加告你伪证罪 7年以下有期徒刑 那你就有9个案子跑不掉 而且每个案子你当证人 都有可能被我告成伪证 如果你不愿意讲实话的话 所以朱俊章恭喜你 你起跳 就有9个案子等着你 刑事民事一个都跑不掉 这9个案子理论上每个案子都有3审 所以你有27个审等着你 理论上每一个审至少开个2到3次庭 如果每个案子开个3次庭的话比较正常 27乘3你有81个庭要开 教育部高教司长 周俊章等你退休你还有81个庭要开 这81个庭至少会分布到未来的2年到10年之间 所以你的退休会非常的精彩 你不要跑远 你跑远我就叫地方法院通缉你 未来2年到10年81个庭 每个庭你都好好准备开 如果你要找律师 那么你至少要准备500万 就说你至少有27个省 一个省如果有发回更省或者比较麻烦的 我们把它平均算一个省15万 你呢要准备405万在未来的2年到10年内 教育部长教育部高教司长朱俊章等着接招 来我们看一段追杀比尔 对就是这么回事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人 就是当时的注音代表张晓月 你的身上呢有两个案子 这两个刑事案件呢之外 每个都可以刑事负民事或者是单独民事提告 所以你有4个案子可以被告 这4个案子我们都会挤好挤满 那么这4个案子我为什么不谈行政诉讼 行政诉讼再提了 因为你们根本没在怕 因为行政诉讼你们就会推给国家 最后国家赔偿 我的目的不是要国家赔偿 我的目的是要你们为你们自己的犯罪行为付出代价 这样做呢就会让以后的公务人员知道 知法守法远远比要升官发财巴结长官来的重要 所以张晓月你有4个案子民刑事 这每一个案子至少有3个省 你就有12个省要出 每一个省再一遍 如果开3个庭的话 你有36个庭 在未来的两年到10年之内 你有36个庭要开 好至于暗游是什么 我先保密 我先不说等你收到起诉书的时候 等你收到民事起诉或者刑事的起诉书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你被告了什么 好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移民署的署长钟景坤 你有3个案子要被我告 这3个案子都是刑事 每一个刑事都可以附带民事 我会把我所受到的冤屈 跟我所受到的损害 要你赔偿那倒是民事的部分 民事诉讼有两年的有效期 所以我在今年的3月31号以前 有很多民事诉讼的部分 我要先告出去 所以内政部移民署署长钟景坤 你有3个案子 我帮你算3个刑事案件 每一个都可以告民事 所以你有6个案子要告 会被我告 这6个案子每一个都有个三省 所以你有18个省级 这18个省每一个开个三次庭 你有54个庭要出 在这个54个庭 会在未来的两年到10年之内 所以你千万别出国 你出国我就要地方法院对你发布通气 英国的部分我就不多说了 反正他们听不懂中文 他们收到我们的起诉书 他就知道了 Kevin Hanks 他在我这边 他会被我告民事 告到苏干被蹬口 我看他准备去卖英国他的房子 一来做赔偿 我可以对他要求民事损害赔偿的 我至少可以列出15点 我已经列过了 每一样东西对我造成的损害 还不包括精神上的 他造成我的诉讼上面的费用 造成我的名誉上面的损害 这就列下来 还包括我实质上的一些损害 都是因为他做了伪证 好我们接下来还要告谁 台北地方法院院长黄国中 他一定跑不掉的 他身上有4个刑事案件等着我告 等着我自诉告他 另外这4个案子通通都告成民事 你造成我的侵权造成我的严重的损害 虽然我现在在美国日子过得很好 不过那是上帝让我过得很好 你却是害我的人 所以我要对你行民事的损害赔偿 你有4个案子行事 每个案子都可以告民事 所以你有8个停 你有8个案子 每个案子都有个三审 你有8三24个审 如果每一个审都开个三次停 你有72个停要开 黄国中 你这一辈子都在法院上班 你没有想到你退休以后 竟然也还要继续到法院去上班 因为你有72个停要开 在未来的两年到10年之间 好了 我们折中把它算成是5年 5年的话有60个月 72个停平均下去 表示你每个月要跑法院开1.2个停 过不过瘾 这跟你仍然在当法官 没有退休 有没有两样 好 我会让你很怀念 我会让你退而不休 再来 连元龙 你不要以为你跑得掉 我告诉你 你身上还有两个刑事案件 我还没告你 虽然前面有的案子被判无罪 不起诉 但是我手上还有两个案子 你绝对跑不掉 而且我还有民事案件要告你 所以你至少有4个案子 那么你的未来5年到10年之内 你4个案子 12个省 每个省出3次停 你有36个停要出 所以你一方面当律师 一方面当被告 你会在法院开庭开的不亦乐乎 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 法官鼎鼎大名的张永慧 本来是个小法官没人认得 不知道你什么把柄被抓到 你竟然铤而走险 知法犯法 而且死不悔改 所以我们到目前为止 我们至少找到两个案子 会分两个案子来告你 两个刑事案件附带民事赔偿 有4个案子会告你 这4个案子都达到3审 先不要讲更省 基本消费就是12个省 每个省基本消费3个停 你有36个停要出 你比较年轻 你到了50岁的时候 我看你还是有停要出 你有36个停要开 接下来黄伟 你有3个案子 我会分开的一案 一案的告你 这每个案子都会有一个民事 附带民事 所以你有6个案子 在未来的两年到10年之内 你会不断的跑法院 我讲两年可能比较久 好我告下去以后 你大概半年之内 你就会出第一次停 好 那么你有3个案子是刑事 3个案子是民事 而且我要告诉你的是 你每一个案子 都在10年以上有机徒刑 你不信 等你拿到我的起诉状 你就知道了 好这6个案子 每个案子都有个3个省 所以你有18个省 每个省至少开3次停 你有54个停 基本消费 在未来的5年当中 如果我们把它除以5 你一年有11个案子 11个停要出 一年11个停要出是什么概念 就是每个月都要出停 而且我要告诉你 你也感觉很恐怖 因为那个时候你是被告 你不是检察官啦 你是被告 你是民事刑事的被告 而且你的犯罪事实 最正确凿 好我刚刚讲的这些人我没有一个怕被诬告 我一个都不怕 因为我告的 罪证确凿 每一个人犯独职的犯伪造文书的 侵权行为的 图利罪的贪污罪的 包括零零种种的 没有一个跑得掉 好王法裁判的 通通跑不掉 好除了黄伟之外 接下来还有 台北地监署检察长林邦良 你有两个案子会被我告 两个案子分开告 这两个案子都造成侵权行为对我造成的伤害 所以有两个刑事两个民事 这四个案子 如果基本消费是三个省就有12个省 每一个省基本消费开三次庭 没有36个庭要开 所以林邦良台北地监署检察长 不要太急着退休 因为你退休之后 你还是要常常几乎是每个月都要去台北地方法院 要去博爱路走一趟 所以不要急着退休 免得抢导众人推 好我们再来看看刘成武 这个人不告不行 这个是恶观中的恶观 就是蔡清祥口中的恶行恶状的人 蔡清祥当然也会被我们告 这个我们先放在第二波 因为他的犯行还在持续当中 那就刘成武来讲 他有两个案子会被我告刑事案件 两个刑事案件附带的两个民事案件 他有四个案子 这四个案子有三个省有12个省 而且他的省当中还有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部分 而且我还会在这个部分去追究 去查他在大楼管理委员会当中 跟建商之间的关系 他的这个 我昨天不是讲了一个检察官一个二姐吗 买房子买车子还有家具 找人代为付钱 请问刘成武 你买了好几间新盖的大楼 请问谁帮你付钱呢 请问你的购买价钱是多少啊 有人查吗 没有人查我查 所以刘成武慢慢来 我先把你这个本案先查清楚 那么在你未来的5年到10年当中 我估计你啊 每一个月到一个半月你要开庭一次 不是去当检察官喔 是去当被告喔 这就是2023年追杀比尔的情节 水神的成分是什么呢 再跟大家介绍 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 所以它比较温和 一定要有的人对酒精比较过敏的人 他可能没有办法说一直喷酒精 但是用水神来消毒双手的话很安全 那怎么买呢 欢迎大家上我们的快点购网站 好就可以买到